我把多肉放在窗台边 晒太阳 这些井类的多肉只能晒 微弱的光 结果这个底底 这个大屁股 就直接坐在窗户旁边 挡住我的光 那到底是在仿肉呢 还是在晒屁股 阿姬啊 在那里干嘛 你在那里干嘛 阿姬 你调皮啊 真是莫可奈何 别给我打翻了哈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猫咪 爱多肉的梁 看肉肉啦 今天的气温仍然是很高啊 还是三十度以上 又闷又热了 索性这些心中的肉肉浮盆 状况都还不错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这一棵 漂亮的陈梦鹿 这个陈梦鹿是我年初的时候买的 是无根的寒肉哦 然后我自己发根 稳定浮盆之后 刚好遇到杜夏 然后很奇迹似的 他居然放在外面入养 杜夏成功哦 你看他现在这个颜色 因为降温了 所以他慢慢开始成长咯 也许在某些人的眼中 他会觉得这没什么 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我就觉得他非常了不起啊 因为众多的寒肉 都挂的挂死的是 缠的缠啊 但是他依然美丽 依然健康 依然存在 这就是开心啊 看到网路上羡慕人家陈梦鹿 又大又美丽 我本来想说 试试看 结果哈哈居然 渡夏成功了哦 太开心了 这是我第一次养成梦鹿哦 你看他 这么瘦弱瘦小 居然经得起 在台湾夏天连续几个月 持续的雨季 他都撑过了 你看 他现在开始展露出 成长健康的颜色哦 真的是好开心啊 希望他能持续继续成长 长成漂亮 很大的陈梦鹿哦 现在虽然是小小的 但是跟他刚来的时候比 已经有长大一些了 真的非常开心 非常非常开心哦 你们的陈梦鹿 有渡夏吗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呢 那既然 他渡夏成功了 我就来分享一下 他的配图 他这个配图 你看看 我这个颗粒土用的 倒也是 还算蛮多的 我这个颗粒呢 是有 绿废石 然后有发泡垫石 火山盐 还有卖饭石 当然还有 我自制的有机肥 还有就是野仙土 然后颗粒配比呢 大概是70% 那因为他种下去 是五根寒肉 我自己发根的 他有长一些小根之后 就直接送到这里面了 所以在种的时候 中间有放一撮 小椰仙 还有之后 有放一些赤玉土哦 来帮助他持续生根 目前就是成功哦 开心 好了 这个陈梦露 养殖成功 杜夏的经验分享 就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 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拜拜